10月10日 第一件事令我 今年十二月很有感覺 有一件事令我十月最喜歡十月 以前上班最喜歡十月 讀書也是的 為什麼呢 主要有假放 好像很快要下年 好像很多事情會發生 聖誕 大除夕 然後新年 而我很喜歡冷 我很怕熱 所以我以前很喜歡十二月初放假去旅行 覺得好像去完旅行回來又有假放 上年我身處的國度 基本上十二月和十月和九月都是冷的 所以沒什麼分別 這幾天我在這裡 香港也很冷 香港也很冷 我現在差不多晚上去到十八度左右 是隨意的 幾誇張 三十五六度 變回十七八度 我竟然穿長袖衣服 我沒想過這裡穿長袖衣服 感恩感恩 OK 大家穿多件衣服 連年香港也很突然間 都很冷 大家 關心一些老人家 問一句 這麼暖 有時候 老人家都是 想大家得到一個問候 好了 跟大家打聲招呼 應該OK L.A. Doniger Sidney Amanda Ming OK OK All in 就說最近有些忙會重溫 所以呢 你要多謝 我們 剪片 SML 幫我們 那些片 現在 分開 topic 所以你忙的話 你可以選 topic 又可以 整條片看重溫 也可以 之前有些網友就說 不懂得找重溫 因為YouTube改了版 YouTube改版 現在 譬如去YouTube 譬如GG Channel YouTube 那麽就 現在是這樣的 你看到它分開 Sorry 不同category 這裡是影片 影片就是所有的片 又不是所有的片 又不是所有的片 直播去解開 直播和shorts去解開 所以你想看回全片的話 你就去直播那裏 那你說我想by topic這樣看 就去影片那裏 就得了這樣 是這樣的 好了 Packy Joe Ivan 就說 現在強國搶 這個 黃土冠 真的猜不到 真的猜不到 好 OK G Chen 澳洲有廣告 那就好了 台灣 John 就好了 OK Thank you 看了幾分鐘廣告 感謝 好了 中國就開始解封 解封完之後又會怎麽樣呢 我見 第一件事 現在整個 中國人民 團職 團職成約 搶約潮 這代表什麽呢 代表就是 沒有信心 對於所有事都沒有信心 靠自己 對於國家的 藥物系統也沒有信心 對於疫情也沒有信心 是吧 你發現很奇妙 當初全世界都開始共存的時候 這個疫情 病是嚴重的 是吧 流感也嚴重的 但你對流感你沒理由去清零 大家要學會共存 集體免疫 你講到鬼死那麼嚴重 一定要清零 好了 到現在 開放了 又很害怕 是吧 其實所有事情你都能貫徹到 這個強國的情況 一管就爆了 一放就瘋 一放就瘋 一管就爆 為什麽呢 因為 你是不信制度 你所有事情都由上而下 上而下這個做法 有什麽地方可以活動呢 超級極權 以及人民是超級勞性 是吧 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是越來越難的 所以我也很厲害 是吧 我也很期待看到中國繼續強大下去 我多想看清朝 其實遲早差不多了 遲早要跪 我覺得遲早文武百官是要跪的 因為習近平平身 是吧 這樣就好看了 OK 對於整個疫情沒有信心 對於疫情的掌握也沒有信心 究竟病情是嚴重還是不嚴重呢 是吧 市民是什麽 市民是什麽都不肯定 只是肯定一件事而已 就是他信不過你的國家 不是怎麽會有潤潮呢 這些是公開數據 所以一說放寬 含假牆 這個病是怎麽樣的 究竟 之前說到這麽嚴重 現在突然間開放 死吧 是吧 喂 我們沒有人說病情很嚴重 是中國人民自己覺得病情很嚴重 搶搶搶搶什麼都搶了 那病情究竟嚴不嚴重呢 究竟中國的疫情 放寬了之後會不會爆發性的增長呢 I don't fucking know 專家就慘了 你叫專家猜就是叫專家猜 究竟下年港股怎麽猜 你覺得這幾個月 反彈五六千點有人猜到嗎 我不覺得有人猜到 環球時報 訪問中國疾控中心 前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 不是曾光 曾光 曾光就說現在不可以很輕鬆地說 回復正常生活 他認為新冠肺炎最終會降至炳雷炳館 不是炳朗 炳朗就 炳朗還可以踢 炳朗沒有踢了 炳朗沒有踢了 炳雷炳館 什麼叫炳雷炳館呢 有分甲月炳雷 甲雷最恐怖 月雷沒那麼恐怖 炳雷 沒那麼恐怖症雷雷雙風感冒 但很有趣 幾個雷就是那隻病 怎麼管法是不同的 甲類可以不是甲管的 月類 可以是甲管的 就是說你怎麼定義病毒 這個經意是鼓勵不到 然後你怎麼管病毒 又是鼓勵不到的 這些就是中國 特色的 防疫方法 曾光今年3月曾經說過 中國將會合適的時間點 展示中國式 與病毒共存的路線圖 中國式的病毒共存 就是中國式的動態清零 你是分不出什麼分別的 是分不出什麼分別的 好了 就環球時報 刊登他的訪問 沒有提及過病毒共存 一次當然不能說 現在不能說的 是吧 好了 放寬了之後 那些 外媒 上幾個月就不斷 一起大唱好了 上幾個月 股市不斷升 好了 開放了 我看到 Golman Sachs 有一個報告 他就說 Golman Sachs 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 買香 重新開放 可能要幾個月的時間 很多未過去感染過的人 可能會在這段時間 暴增 基於文化相近 中國目前 最能夠預測的方法 是用香港台灣做借鏡 經驗顯示 重新開放之後 病例就會暴增一段時間 是吧 現在這也是 年長者的疫苗接種率 也是安全解封的關鍵 目前中國年長的族群 普遍都是接種率較低 整篇文章我 扭爆頭 是吧 如果用香 第一件事 中國的數字 從來都不吝合比例 大家有沒有看過 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確診數字的走勢圖 中國呢 中共國呢 很厲害 每個國家都是這樣的 一個 斜向上 然後吹平 每個都斜向上吹平 就好像一個 一個 又不是心電圖 一個sign-cozign 波浪形 中共呢 是突然間 向向上 然後一聲就跌倒 是吧 完全是不合比例的 中國現在很少病例 只有一個萬多宗 他聲稱只有一個萬多宗 萬多宗要封到這樣 所以第一件事 究竟是 究竟真實的病情是多少 都沒有人知道 是吧 沒有人知道 如果你說暴增 那麼香港呢 香港又是萬 香港幾千變 幾萬 中國總是十萬八萬 有幾個危險 是吧 第二件事又不明白 為什麼年長的接種率會這麼低呢 我又不明白了 中國現在是生產疫苗大國 如果你覺得打針是這麼重要的 其實你肯定要鋸實鋸到 強制的嘛 如果你要鋸的話 為什麼接種率低呢 我又不明白 是吧 好了 說這篇說話不是低B仔 是高盛的 營運獎來的 是吧 營運獎的John Fortran 他說 全球經濟會因為中國重新開放 碰上的挑戰 有負面的影響 那麼銀行必須要改變營運策略 這個真是騷擾頭 不開放你就說死了 開放你就說死了 唉所以這些 就笑一下就算了 OK 究竟香港的股市如何呢 今天我看看有沒有時間 我就預備了一個題目 OK 因為 爆粗港股 之前我有開了新的題目 叫爆粗港股 因為我工作上 我是需要 看港股 但是我的節目上 我是不會講港股 因為我的節目是主要講美股為主 這些港股 但是港股經常都遇到一些好笑的事情 那我哪裡講呢 那我又想過這裡講的 大家都可能關心一點 我看看節目尾的時候有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我擺明天 因為沒有什麼時間性 主要就是講今天的內房 抽水 我看著內房的抽水 配股 我覺得真是 我覺得真是很好笑的 好了 繼續講其他更加重要的話題